从高雄市调查处寄出的通知书 纳马夏区三里 共四百多位的护长全都收到 而通知书里面却要求居民 到市区接受调查 来回奔波超过四个小时 等于半天时间都浪费 已经下山完成笔录的居民批评 市调处劳民又伤财 浪费社会的这个资源 哇 你看我们来一趟 去一趟的话 只有七八百块的油钱 都很埋怨政府这样司法 这样的程序 我认为应该他们要下乡 三年前受到莫拉科风灾重创 纳马夏区涌入善款协助重建 却发生乡长疑似挪用弊案 造成部分居民没收到款项 为理清一意 高雄市调处挤发通知书 要求居民配合调查 却没考虑到路途遥远 而且风灾自经道路颠簸 未整修完毕 更让居民感叹 难道市调处人员不能上山吗 我只能说让我自己部落的人 就是这一里的人了解 我们暂时先不要去 因为觉得说这个太扯了 既然要参唤那么多人 我们看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而经过民众反弹后 高雄市调处也表示 愿意听取意见 将派人下乡 到区公所或是派出所等公家单位 至于已经收到通知书的民众 可以等候通知 就近接受调查 希望能降低民怨 高雄地检署也对督导不周 表示对民众的歉意 记得李传木招全 高雄报导